我现在跟着这位大叔去学摄影 今天我跟一位旅居到此的大叔来这里 跟他学习拍照的技术 看看他是怎么拍摄的 大叔是一位摄影爱好者 拿着断反相机 已经旅行了很多年了 你去过那儿 我那主要景区我全部走完了 我已经有十多年的旅行死了 你这设备太专业了 在你的设备面前 我这个设备简直就有点像弟弟了 这才是专业的 专业的尼康相机 摄影师的这套动作 一个眼睛一闭起来 这个大厂不能机内眼神吗 是机内眼神 发现了一枚92年的一角的硬币 这种硬币现在难得见了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这个我就留作纪念了 蓝天白云的时候来拍不是挺好的吗 蓝天白云光影非常好 图片的艺术效果也很好 但它收藏价值是不够好的 或者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种英语天的话来拍是比较 利于收藏是吧 收藏 因为是我需要更多的信息 要从于美学来讲 一个蓝天白云 那是更漂亮 最收藏来讲的 之前那的信息收集 我跟着他去看他拍照去了 然后他拍照片 我拍他 我俩就这么聊了一路过来了 你俩快走吧 行 你慢 好吧 请慢点 拜拜 谢谢 这也是旅行大人 东北的 路边看到这家养的这种小豆鸡 其实在歹租园里面 随属一拍都是大片 天天跟老爷子拍拍照 我刚才捡了一枚1992年的硬币 我那茄子都坏掉了 我都扔掉了 你扔掉了 你坏掉了 那有办法吧 没太阳那茄子都晒不干了 都扔掉了 等到出太阳的时候 咱俩再去掀点勤了 重新再亮点 我们豆角都快干了 对 给网友们展示一下我们的豆角 我们的成绩还是辉煌的 哈哈哈哈 亮点豆角你辉煌了 网友说 哈哈哈哈 来看一下 看油的烟它就做不了 我们就能做两个 所以说是一种辉煌的成品 对 你说的也对 这个豆角亮在这里 我几乎都没怎么翻过 大叔都是早上起来 一个人翻了 我去拍视频的 视频上有给你 说在网上看着你了 他的朋友远在贵州 刷到了我 发在网上的视频 都还问他 哈哈哈 给你整条网红朋友 哈哈哈 大叔是很乐观的一个人 从积极向上 对生活有态度的一个人 柚子 要让他重新嫁接是吧 对 这棵要得嫁接 嫁接他就不嫁了 卡掉要可惜 对啊 我也觉得卡掉可惜 哈哈哈 这棵就柚子树 这个柚子不挂鼓 还真不认识 看这棵柚子树 结了一个柚子 这柚子花是白颜色的 这家客栈的主人 他们的这个土地真的多啊 这一整片都是他们的 明天到群里可以收啊 你们到群里可以收啊 你们到来啊 你们到来啊 好 新年没 是吧 好的 你说姐我要到上海要吃什么 我给你带过来 嗯 好 小笼包子小馄饨 他往石川走是吧 我从青海都走西藏嘛 西藏的 放到西藏 我往西藏知道吗 嗯 西藏你们是去过的吗 西藏那么大 又太大了西藏 有 对有其他的路线 去苏川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 点发个定位过来 可以 好 好 我发在群里面 发在群里面 哎 他发群里面 我们要群没有在一起 你去吗 你去吗 要好的地方发在群里面 我们要去就去 你们看我视频就知道了 哪个地方 对我肯定会发出来 对可以 看他视频 给他点点赞 对 视频给我点点赞 你每一个视频我都点赞 哈哈哈 好 谢谢姐 要关注他就行的 我都关注他的 这个小馄 哎呀明天第一站走 可以 走羊羊羊羊羊羊吗 他们啊 他们不走 可以 他们走羊羊羊羊羊羊羊吗 他们走羊羊羊羊羊 我这样走羊羊羊羊羊羊 我走得到 我都想到独州去的 近一点 这会儿他们都在聊 未来各自的路线 东北大哥夫妻两个人 他们明天要离开这里了 这是聚散礼盒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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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